好,我们来看这首Versus 这是Leo Brown他所改编的一首古巴的民谣 一首摇篮曲,非常有名的 这首曲子呢,找在上一个世纪 很多吉他家都喜欢拿来作为他们的音乐会的Ankle 但是呢,很重要的是 很多吉他家都不会讲说这个是Leo Brown的编曲 在这首曲子来讲,我觉得它的编曲的功力是非常深厚的 如果只说这首古巴民谣 甚至让人家误以为这是你的编曲 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种剽窃 那么,当然,作为一首民谣 Leo Brown把它很精彩的编曲 这一点呢,其实有有赖于他对于这个整个 吉他的这个音乐语法,非常熟人 他利用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在一开始呢,他有一个前面的影子 一个导咒,这个导咒呢 他完全用吉他的所谓的Piccato Piccato,这个所谓的手播音 或者我们是顿音的一个效果 注意到吉他上面的弹本来都是Piccato 都是波旋 我们都是波旋 但是我们要模仿弦乐器 在这里尤其是模仿那种低音提琴的那种波旋的一个效果 它的言音是比较短暂的 所以是有点顿音的一个效果 第一个是在第二把位上面的低大调的这样的一个和弦 第二个呢,他利用了一个很特殊的门音的效 这个所谓顿音的Piccato的效果 他是用泛音的 十二频的这个所谓的泛音的效果 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 我们虽然这里用到第十五频 这里用到 所以我们仍然建议 由于这里把位很高 而且又是低音弦 我们仍然用三子和一子 所以一三子的一个扩张 不要我在这里不建议用四子 如果我们想到这里有 这里的话用四子 控住一子 其实是并不需要的 像极了那种 Jazz的这个低音提琴 我们在拨弦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主旋律 主旋律非常 注意到他这里不断的用拇指的 甚至有时候甚至可以弹到第二弦上面 有时候会弹到第四弦 注意到所以的低音 主要是靠着拇指在拨 注意到他的低音是一个后节 在这里第二个小节的时候 主旋律之后的第二小节 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蛮大的扩张 在这里 Browell原谱上面 他写的是一个第三把位 第三把位 也是一直在第三弦 但是他的第二排的一个位置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和弦 就是要弹第四弦上的Sou 第三弦上的Re 和空弦 第二弦空 这一点呢 对于有些同学来讲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扩张 当然并不是不可能 这个 这样的压法 这样的压法 如果你觉得实在压不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另类的方式来压 所以用一字来压这个Sou 然后三字来压这个Re 空弦 注意到 对到我的拇指 然后这个时候回来 再把 再把一指放回来到这个Sou 因为我们本来压在D 五把位上面的 这个Sou 要回来 变到这里 如果你要Oderway到这里的话 其实有点小困难 我们 好 而且这样的话 你可以延迟你的一个Sou的一个长度 这样的意思 然后 又回到第三把位 然后 然后 我们旋律再一次反驳 好 这里 用一字 而不用圆谱 所要求的 二字 三字 四字 这有点小扩张 我们用这样的 好 就是 中间的建筑完全一样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B段 这时候气氛立刻改变 有点像在摇篮曲中 那个母亲在那边威胁小孩子 赶快睡哦 不可以再玩哦 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考虑用 和这个圆谱 不太一样的一种方式 这里呢我们利用我们原来 在A段的这个啦 非常类似的一个包围 so变成so啦 好接下来 好我们可以充分的使用 所谓的空弦 这里低音是一个so和ra 我们用二指注意到 这里稍微有点小扩张 二指压收 然后一指 té d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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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so la té do té do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一个指法 so la té do té do 接下来 啊 聚到这里 re mi re mi 发生发生虹了 re tan 见快啦 回到A段 好 好 这是我们在这首Rio Brower的这个Versus Canson de Guna 古巴的这个民谣的这个第一页A段B段的演奏方式 接下来呢 我们一样回到A段之后呢 我们中间一个所谓interview 一个建奏 我们进入到乐曲的C段 所以我们这整个是影子 影子中A B A C 这是也很典型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安排 很多西班牙或者是拉丁美洲的 这样的一种旋律民谣 喜欢用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段落 A B A C 然后呢 最后呢 要再回到A的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段落模式 这个C段呢 也是有趣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是在不同调性上面 或者是加了更多半音变化的一个情形下 用同样的一个旋律 是旋律 怎么样 这样的保护 基本上我们的影子也进来了 所以這個時候,理論上,變成它是第二句 進入到B段 完全一樣的B段,然後B段結束以後 它再來 又回到A段 然後最後 我們的影子就變成 變成Postle,變成尾咒 好,這整個非常精彩 當然在這個C段的後面 這裡有一點蠻有趣的一些指法 在這裡 必要這裡有很多將記號 不要漏掉了 它的演奏很容易會把它彈出 好,再示範一次 對到右手呢 基本上低音的部分 全部都是靠著拇指來彈 好,這是整個 Leo Brower所改編的古巴民謠 Versus 一個搖覽曲 事實上 是很流行的一首搖覽曲 有時候我們可以甚至在一些電影之中 看到他們使用這樣 這個曲子 有時候甚至在旋律的部分 可以用小爸爸來演奏的這樣一首音樂 好,我們的講述就到這裡 我們的講述就到這裡 好,謝謝